日常交往,英文常用语29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词是hack 说到这个词,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黑客,非法侵入 但其实这个词在礼语中还有很多别的含义 很常用的一种场景是在游戏里 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,肯定遇到过一些不守规族的玩家 作弊,用一些不正当手段把你给淫浪 遇到这种人的时候,我们一定会很生气 他们这种作弊的行为就可以成为hack 在游戏中,外国人一般会打hacks 或者是hacks 来指责这种不好的行为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What? How did I lose? Oh my god, I know you're haxing I'm gonna report you to the admin I know you're using hacks hack作为礼语的另一种用法是hack it 意思是应付、对付某种情形 类似于delved或者是manage 比如说你现在的工作很烦 你想辞职了 你就可以说 I really need to leave this job because I can't hack it anymore hack还有一个词组叫lifehack 这个词最早出现于程序员之间 指的是他们通过一些方法来解决信息过载的问题 后来这个词就被衍生为 任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技巧或方法 可以理解为生活小窍门 比如说我们喝牛奶解辣 用牙膏清洗茶字 这些都可以被称作是lifehack 作为动词的话 hack有卡批的意思 比如说砍树、劈柴、还有骑马 作为名词它可以指从事艰苦乏味工作的人 或者是雇佣的文人等 对于hack这个词我们今天就先介绍这么多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想学的理语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来交流吧